从未见过这么心狠手辣的姐姐 为了保住自己锦衣玉石的奢华生活 竟然不惜将自己的亲妹妹献给自己的丈夫 但是妹妹曼征早就有了心上人 对方名叫士君 两人初次见面是在家小餐馆里 在好友的介绍下 两人得以相识 曼征开朗大访 热情养溢 是极为少见的奇女子 不得不说 士君和曼征见的第一面就爱上她了 彼时正式寒冷的冬天 曼征的笑脸就像暖阳 给士君带来了不少暖意 吃完了饭 三去公园拍照纪念 曼征性格豪爽 不拘小节 发现士君脸脏了之后 二话不说帮她擦拭干净 彻分清理之举 无心之间却拉近了彼此二人的距离 在准备回家时 天空下起了冬天的第一场雪 初见即白头 那么以后能白头吗 士君不知道 回到住处 他在本子上写满了曼征的名字 他大概是得了相思病了 这天晚上 还有我接到曼征的电话 说他的手套不见了 问是不是好友或者士君拿错了 本就是询问之语 可士君却记在心里 深更半夜 拿着手电 来到白天的公园寻找 他和曼征在一个地方上班 可性格内向 不敢将找到的手套拿出来交还给他 最后浪费了一个下午 士君才终于鼓起勇气 将手套塞进曼征手里 他不敢看曼征的表情 头一样出了办公室 其实曼征同样喜欢士君 和士君一样 都是一见钟情 有了这次交流 两人逐渐熟了起来 不同于士君优有的家庭条件 曼征嫁过的 可就要苦多了 父亲走得早 是几家曼征做舞女 支撑起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吃笑人情冷暖 事态炎然的曼征 唯一信奉的只有金钱 王老板是他最近的目标 只要顺利嫁进去 一辈子就吃喝不愁了 可他努力了好久 似乎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因为最近王老板 爱上了另一个女人 对曼征日渐冷淡 果不其然 这次又被王老板给放了鸽子 不过一直跟在他身边的 祝鸿才却来了 但祝鸿才算不得如一郎君 他家境比不上王老板 无法给曼征一个满意的生活环境 如今曼征已经过了三十岁 青春不在 母亲对他的婚事很着急 母亲说 张玉锦现在当了院长 让曼征再去找他 这张玉锦曾经是他的男友 肯定要养活一大家子 当了舞女的曼征 不得不和他奋道扬镳 如今他事业有成 又怎么会看上自己呢 如今被母亲提起 更是犹如一根一根尖刺 狠狠扎进曼征心里 期间 曼征不是没有想在巴结王老板 可王老板明显更喜欢身边的 年轻貌美的小姑娘 好在祝鸿彩帮忙给他接 才没让他太难看 认清现实之后 曼征只能选择嫁给了祝鸿彩 曼征将这件事告诉了士君 可不想却意外得知 士君要回南京几天 他急忙回到家 将自己治好的毛衣拿过来 交给士君 这无疑给了士君很大的勇气 毕竟他一直以为 曼征喜欢的是他的朋友 一直不敢主动追求 而眼下曼征的行为 无疑是告诉了士君 他的选择 士君不再畏畏缩缩 两人在一起了 可真正的难题 还没开始 爱情十有九悲 最开始有多甜 到最后就有多苦 两人在一起 还不过一个晚上 士君就回了老家南京 妈妈喊了一个叫翠芝的女孩 有意错和他们二人 翠芝也是大户人家之女 算是与士君门当户对 然而士君有的曼征 自然不会三心而异 其实满打满算 士君回老家也不过三天 他跟曼征说到底 连手都没牵过 可他却认为 他们已经到了 谈婚论嫁的地步 这是士君初次拜访曼征家 曼征家里条件简陋 自然比不得自己家 等了许久 曼征才回到家 可一会儿 他又得出去接着剑职 为了生活 他不得不四处奔波 两人走在街头 享受着片刻的温存 上海冬天出奇地冷 士君听说后 主动握住曼征的手 给他取暖 妹妹这边感情渐入佳境 姐姐曼律难得吸引了一次 再给祝洪才不久 祝洪才声音上 却发了一笔巨彩 曼征得知曼律感染风寒后 想去探望 曼征说 祝洪才对他很好 曼征也就信了 可在离开时 却听见祝洪才抱怨了一声 彻才明白 且结合祝洪才之间 绝没有他说得那么好 而且这次相遇 祝洪才意外劈及曼征 才知道妹妹有漂亮得多 心底也不禁生起个邪念 他躺在床上 一句无心之语 却让曼律几败一两 曼律哪里不知道 祝洪才是个什么货色 说什么也不肯将亲妹妹 往火坑里推 老人的关系急转直下 但想到自己的出生 曼律就是再不敢 也只能强人委屈 而妹妹曼征 与世君的感情一直极好 道上曼律羡慕不已 这天曼律的前男友张玉瑾 偶然路过上海 客来曼律家里探望 不过却从老母亲嘴里 听到曼律已经嫁人的消息 得知对方有钱 一事无忧 张玉瑾撑着一张笑脸 说着挺好 外面大雨滂沱 张玉瑾架不住热情 只能睡在曼律的房间 这天曼律受气回了娘家 结果正好撞见张玉瑾 曼律倒是想破镜重圆 可张玉瑾几天待下来 似乎对曼律有了那么点意思 只说他们以前太幼稚 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话里话外 都将曼律给拒绝了个遍 曼律和世君交往了有不少日子 两人岁数都不小 可结婚的事从未提起过 某天世君说他父亲病重 需要他返回南京 两人从此靠着书信往来 许久之后 世君再回来时 偷出一个重磅炸弹 他辞去了工作 要回家族接替生意去了 这是大家族无法推卸的责任和使命 曼律无法求他留下 但就这样放弃又心有不甘 于是和世君一起回了家 世君爸爸看着曼律的眼睛感觉熟悉 想起了他做舞女的姐姐 错位上流圈子 自然对舞女十分不齿 撤下去连曼律也被他低看了几分 家人的阻拦 最终成为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 男的关系一度降到了冰点 就连定情的戒指也被摘了下来 可他不知道的是 太情死猴 他就连身子也不能保全 女人在窗户边抽烟 就在刚才 他做了一个决定 要将自己的亲妹妹 献给自己的丈夫 深夜 丈夫喝得醉醺醺 回到房间看见里面的妹妹 他色星大气 就这样 一个纯洁无瑕的女孩 便遭到了禽兽的侵犯 原来 曼龙嫁给朱洪才这么久 肚子却始终没有动静 再加上自己的出声 他知道自己迟早有一天 会被朱洪才给赶出去 这样遇见已经彻底 毁了他最后一次希望 没了爱情 他不能再没有钱 而唯一能让他保持住 眼下奢华生活的 只用曼珍 于是他这才使劲 向曼珍献给了朱洪才 朱洪才得知曼龙 有一将曼珍 嫁给他当乙太太 顿时对曼龙态度 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可曼珍不愿屈服 他以死相逼 让曼龙放他回去 曼龙不仅不同意 还恬不支持地 让他嫁给朱洪才当小老婆 对姐姐的敬仰 在这一刻 瞬间化为乌有 满腔怨恨 化为一个巴掌 狠狠扇在曼龙眼上 曼龙命人将曼珍 反锁关在了房间 更要命的是 不久之后 曼珍竟然发现 自己怀孕了 时军在与曼珍分手之后 人就放心不下 终于回到上海 想要和解 曼龙为了不让真相暴露 谎称曼珍已经回乡下 和张玉瑾结婚了 时军没有多意 接受了这个结果 几个月后 曼珍的孩子出事了 他终于找机会逃了出去 他想去找好友和世军 可他们都已经不在上海 曼珍给世军写了一封信 然而信并没有送到世军手上 而是被妈妈截获 当场丢进了火盆 或许在没了曼珍之后 世军也就放弃了 他不再抵抗 听从家里的安排 娶了和自己 门当户对的翠芝 可他们两人之间并无感情 翠芝喜欢的 也不过是他的好友 不久之后 曼珍私下打听 终于得知了世军结婚的消息 泪水夺矿而出 凑在街头 天空再度下起大雪 而这次 却只有他孤身一人了 神群中 他恍惚撇进了世军的身影 可追过去一看 却又消失了 爱而不得 只能感慨命运弄人 但日子总归还要继续 曼珍回到了学校 继续教书 一个冬天 曼珍竟然找了过来 他病了 病得不轻 几乎无法靠自己行走 他说母亲已经去世了 此时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年 可曼珍依旧没有原谅曼露 不久之后 曼露病逝 而他一死 祝红彩跟着落魄了 为了孩子 曼珍不得不留下来照顾 不过时间一长 他选择了要回孩子 独自抚养 曼珍三人再次见面 已经是十年之后了 还有一旧没什么变化 世军却已经为人父 有一天晚上 世军突然翻到过去 曼珍写给他的信 思念再次被撩拨 他连夜赶去了上海 两人重新回到他们 初次见面的小餐厅 紧紧抱在一起 时间似乎过去很久 却又仿佛停留在昨日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后不来 娜娜每天都会为你守候